好 持续关注美国总统拜登 他确实陷入了竞选连任的生存保卫战 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刊出这个图像 拜登走出框 而经济学人杂志最新封面 用住行器来算拜登的年龄 这个拜登呢 在周三的时候 跟民主党籍的州长们会议的时候表明 为了保持健康 他晚上八点以后就布牌行程了 能够早点入睡 而这个八点就休息的元首时间表 没想到引发更多的讨论跟质疑 现在一举一动 都受到外界放大检视的美国总统拜登 7月4号这一天 在白宫举行美国独立日庆祝活动 穿西装没打领带的拜登 一开场就以有力的声调 高喊独立日快乐 按读稿机发表简短谈话 没出什么错 不过在数千名现役军人及家属面前 一度脱稿提及前总统川普 在任内拒绝前往美军公墓 现场群众也为81岁的拜登打气 要他站下去 一场糟糕的辩论 让拜登被党内外批评的体无完肤 拜登阵营试图用一连串公开活动 来面对外界对他经历和心智敏锐度的质疑 我们也会感谢我们的总统 总统川普总统川普总统 川普总统川普总统 川普总统川普总统 不过继Netflix创办人 又一位民主党大金主 公开呼吁拜登退选 迪士尼创办人的孙女 阿比盖尔迪士尼表示 她会停止捐款给民主党 直到拜登退出 左请的企业主团体80%成员 约400名现任和前任高级主管 也表示希望民主党换人选 也就是说拜登的表现 引发民主党和企业界集体焦虑 主要还是因为太怕川普当选 据了解拜登前一天 在白宫告诉民主党的州长们 他计划不要在晚上八点以后 安排行程好多点睡眠时间 消息人士透露 此话让一些州长私下感到失望 当下夏威夷州长 也问他的健康状况 拜登开玩笑地说 他的健康状况良好 只是大脑出了问题 这恐怕让现场有些人笑不出来 尽管拜登喜欢开玩笑 但专家说有些话不该公开拿出来说 接下来各界将紧盯拜登周五 接受美国广播公司ABC的专访 将在美东时间晚上八点播出 同天他将前往威斯康星州造势 如今拜登面临的新现实事 就算他言语或身体上没显现衰退 但外界将持续担忧 他身为总统候选人的生存能力 只要他注意力稍不集中或表现困惑 就会再引发质疑 一派轻松的川普则被拍到 跟球友高谈扩论时 谎称自己逼腿拜登 顺道批评贺锦丽一番 为可能的换败先发制援 请新闻综合发展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